花莲县府10月份升旗典礼在今天1号上午于县府前广场举行 由副县长主持并表扬县府业务达人以及圆梦团队 副县长勉励同仁秉持为民服务的精神发挥公务的最高效率 一同继续为花莲努力 关键政府10月份升旗典礼1号上午在县府前广场举行 由会县长迎新党主持 副县长袁新章表示110年度已经过去十分之三了 感谢各局势同仁们伙伴的付出 千万各位持续为县政工作 做了青山济美为乡亲打造更业务职的环境 大家辛苦了 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 我想继续加油 让花莲更好 谢谢大家 典礼当中副县长袁新章颁奖表扬县府云梦达人 包括卫生局客员林子盈 建设处办事员陈入荣 云梦团队包括花莲县社会处110年度防疫暖心食堂团队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科技侦察队 云住民行政处太阳那里的你的MV团队 由阿美族林光亮导演构式以及拍摄制作 并且由云住民议员哈拿卡兆全程协助拍摄工作 也换为协助录混音音乐后置以温馨意念作为影片的导向 就要怀念思乡之情怀来触发阿美族的共同记忆 记得继继继继继继续